国民党台中市立委你参选人杨大洪又,17日到台中监狱抗议,中间卫生科长留意端代表接受陈情书,如今足涉国民党台中市立委你参选人杨大洪向蔡英文总统呼吁,不把阿扁关回去,不足以平民怨,如今足涉把阿扁关回去民众聚集台中监狱前抗议国民党台中市西屯,南屯登记立委初选的参选人杨大洪, 17日向法务部矫正属台中监狱抗议司法不公,抨击前总统陈水扁再被准许保外就医,还有力气开直播狂骂高雄市长韩国瑜,搂媚手也不抖了,高举不调抗议不把阿扁关回去,台湾司法无正义,最后台中监狱由卫生科科长留意端出面代表接受陈情书,台中市议员杨正中之子杨大洪, 完成国民党下届西屯,南屯第四选区立委初选登记,政治出登板,金天律支持者到中间抗议,扩大声量与知名度受瞩目, 梁大洪向蔡英文总统呼吁,不把阿扁关回去,不足以平民怨,陈水扁违反当初承诺不演讲,不上台, 不接受媒体采访及不谈政治的四部原则,陈水扁的行为如何让家长教育下一代,司法不公教坏减载大小,陈水扁在被准许保外就医后,信来关切政治的动作频频。 梁大洪直疑,阿扁还可以参加政治宴会,开直播狂骂韩国瑜25分钟,甚至还能搂媚,手也不发抖,显示陈水扁健康状况早已恢复。 梁大洪强调,陈水扁现在齿不松,手不抖,头脑也清楚,法务部为矫正属台中监狱的上级单位,应以身作则,把阿扁关回去,不要再为陈水扁背书,落实台湾司法正义,台中市警察局第四分局对民众到中间抗议严正以待,赛场规划意见表达区,最后梁大洪与支持者等一行近50人,高举不调抗议之后顺利结束,而离开中间后, 人在高雄的陈水扁,也再次与选战成为抗议焦点,忠实莱斯布洛克阿兹,会